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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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一个process 他的管理的 他整个life cycle 还有他如何在 Q之间 还有在CPU process之间去做交换之后 我们这边先简单的介绍 OS里面有的这个scheduler 是有哪些 那Oppresent其实是之后 我们才会仔细去介绍的 那process的scheduling 在OS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有很多的process 漏在memory里面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介绍的 multiprogramming的概念 对不对 所有的现代系统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才可以maximize 什么的CPU的utilization 这个我们提过的 然后同时呢 不只是很多在memory 在ready 而且我们其实希望很频繁的 在那边做contact switch 因为可以实现time sharing 对不对 所以才可以有interactive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些process 其实是必须要轮流去使用CPU 那这个轮流 谁先谁后的这个动作 就是由scheduling 这个algorithm 或者OS里面的这一个module 来去负责的 所以一定要等到CPU 有free出来 没有人要执行 或者是它被强迫 被contact switch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OS的scheduler 就被叫起来 然后去选一个新的process去执行 好 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process在schedule的过程中 其实它就是被放在这个queue里面 那这个queue里面 其实会有 可以看见整个OS的过程中 它有的queue 并不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ready queue 其实还有这个job queue跟device queue 也就是所谓的waiting queue 所以其实所谓的scheduling 其实会发生在 只要有queue的地方 我们就会需要做一个schedule 来决定下一个人是谁这个动作 那最主要的是ready queue 也就是谁去使用CPU这件事情 但除此之外 像比较早期的OS 早期的电脑 我们说memory比较有限的时候 甚至于谁能够从program的状态 load到我们的这个 去进到new的这个状态 去让launch的这个状态 都还有一个queue叫做job queue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 我可以允许一个process load到 一个program load到我们的memory 成为一个process 这是第一层的job queue 那进到job queue之后 你进入到完成 你被选中进入到ready queue之后 你还会再被做一次schedule 你决定什么时候 就可以使用CPU 那如果你在waiting的state里面 会有这个device queue 对不对 也就是为什么叫device queue 因为每一个device 通常会有自己的queue 那其实像slip 或者被interrupt 这些其实当然也 就是你不是在做Io 你是被forced的被 这个把它提出来 要自己或自己要做slip的动作的话 并不是要做Io 只是要slip的话 当然也还会有其他的waiting queue的存在 但是你会有很多个device queue for不同的device 所以它可以知道你在做哪一个device的Io 好 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是通常queue的管理 就像这样子 所以你会有一个ready queue 这是forCPU的部分 然后Io的waiting queue这边 其实通常会有很多个 那就看你是哪一个device 甚至于是哪一个disk 它会有自己独立的 然后就是利用process control block里面的pointer 把它串起来 那有时候甚至于你会看见 它会有这种tail跟head都把它串起来 所以它可能比较容易 比如说去做reordering 因为其实depends on the scheduling algorithm 对不对 有时候你可能甚至于是dynamically的去决定ordering 就是run time 你可能会去做调整 所以有可能你会需要其他的pointer把它串起来 双下或者是至少是前跟后 要把它记起来 那这个像你们作业三 implement这个比较复杂的scheduling algorithm的时候 就会看见像ready queue 也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会有level 1,level 2,level 3 所以可以用这些方式去做管理 好 那 所以对于这个 我们刚才说ready queue这边 是最主要的 那ready queue这边是最主要的scheduling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也看过它在各个state之间的转换 所以这边可以看它 可以看见 queue跟这个state转换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process 通常会在ready queue里面 等得到CPU 但是当你自己发出了一个io request 我call printf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被放到io queue 就是monitor的那个waiting queue 那个device queue 那等到它做完io了 它会再次drop 一个interrupt 回来 OS就知道你可以把它放回到ready queue 所以这时候它就在queue之间做移动 那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 timer的这个alarm被fire了 因为time sharing 所以它会从CPU直接回到了ready queue 那或者是我们下一次会提到的 process呢 它可以去create process 因为我们程式里面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process 其实不是天生的嘛 就像人一样其实是要去产生的 其实它有一个parent跟children的关系 其实它是一个tree 我们之后会提到 所以在linux里面 去create process 我们叫做fork 所以假设你今天去create 一个新的children 新的process出来的话 那有可能 你会有两种 就是有可能 你可以自己继续执行 让children 去等你执行完再执行 但也有可能是 你让你的children先执行 对不对 这个设计都可以 但如果是让children先执行的话 那原来的process again 它就会被放到一个waiting queue 等到这个children执行完了 它才可以再回到ready queue执行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wait for interrupt 就像sleep sleep就是这个例子了 所以 它call sleep 100个second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它会告诉我 100个second之后 帮我fire一个interrupt 然后把我自己给wake up 所以你就会被放到waiting queue里面 然后等等这个interrupt的发声 那它就才可以回到ready queue里面 好 所以这个只是 这张图的话 大家稍微知道就好 就是可以知道其实 ready queue跟waiting queue 这个waiting queue 其实是有蛮多种情形的发生 那不同的情形 所以OS通常就会有一个专门的queue 去处理这些invent就对了 那其实会有很多种原因 你会从CPU被踢出来 进入waiting queue里面的 好 那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次 下礼拜一的话 我们会再继续把这个scheduling这边介绍完 我们刚才有提到了job的scheduling 对不对 跟CPU的scheduling 所以我们会来仔细看一下 这边他们两个的差异到底在哪边 那甚至于其实还有中间的 我们所谓的metern的scheduler 所以我们会来讲解一下 这三个的差别在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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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